抹黑他国洗白不了自己 如果美国真的透明负责 请从以下四件事做起 第一 美国应该公布并检测早期病例数据 2019年7月 弗吉尼亚州发生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 威斯康星州爆发大规模电子炎疾病 靠近德宝的两家养老院 出现不明原因导致肺炎的呼吸道疾病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 去年曾公开承认 一些被误以为死于流感的美国人 在死后诊断中被检测出 新冠病毒呈阳性 美国应该对上述这些患者 血清样本进行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 这些病例中到底有多少起新冠病例 第二 美国应该邀请世卫组织专家 调查德特里克堡和美国在海外 两百多个生物实验室 特别是德宝基地 是美国生物军事活动的大本营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是最主要的实体 国际社会以及美国民众对德宝相关活动 不合法 不透明 不安全 早有关切 该研究所长期从事冠状病毒研究改造 2019年发生严重安全事故并被关停 随后美国内爆发与新冠肺炎症状相似的疾病 对于这些问题 美方从未向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交代 第三 美国应该邀请世卫组织专家 调查北卡罗莱纳大学 美国一直污蔑武汉病毒研究所 开展的冠状病毒研究引发新冠肺炎 但实际上 美国才是全球此类研究最大的 资助者和实施者 特别是北卡大学 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 早就具备极其成熟的冠状病毒合成 及改造能力 第四 美国应该公布参加武汉军运会的 美国军人患病病例数据 2019年10月 美国派出300多人赴武汉参加军运会 其中 有无人员出现类似新冠肺炎的症状 报道的那几位美国军人运动员 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病例应该尽快公开